世界上第一個紅綠燈是在1868年 英國倫敦會議大廈廣場出現 但第一部汽車出現的時間是在1886年 即是紅綠燈給一輛車是18年出現 當時在英國約客時下 很多女性都是用紅色或綠色的衣服 表示自己的身份 紅色的衣服即是說對不起我結婚了 綠色即是說我單身 英國城市女女經常發生馬車商人事故 英國政府當時決定 不如根據女性紅綠穿著的含義 在1868年倫敦會議大廈前的馬路上 安裝了煤氣交通燈 紅燈就是不可以行的 綠燈就可以通行 之後交通的事故真的減少了很多 1886年汽車民勢後 紅綠燈就得到很多國家的應可採用